針言第3日一章第24节 达着细麻布衣裳出卖 有张腰带卖遇上加 大家回来是我尽我所能在这个田地当中耕耘 将神的话 将神的教导 将神的律例典章 去教导你们使得我的杀种 我的耕耘 使得这块田地永远保持着 我执走石仔 执走荆棘 我永远使得这些离谱松软 然后我懂得在里面杀种 这个就是我的工作 而我就只剩下我的回报 但问题是这一堆田 即是 哇 延绵这么多千多二千位的顶子梅 就是你杀种的机会 无论是一行聚会也好 主日聚会也好 家聚也好 而并且还要在这块田地当中 还有bonus 就好像打游戏 你会看到 比如我们打一些 比如Coc那些 偶然会有些bonus 在那时候你会得到一些好处的 就好像你要看到我们几年就会有些 处粮啊 现在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神要我们处粮呢 因为是时候杀种 如果其他都不是神感动 是神叫的时候你杀的种 神认不认账呢 神不认账的 所以变成如果为到这个时代 这个今生要把祝福给我们的话 把支援给我们的话 那我们在田地这一边 我们就要杀那些种 导致他欠了我们 我告诉你 你在田地当中杀的这些经济的种子 这些社会的人不知他自己欠了你 但是问题神就会控制整个世界 整个社会去回报给我们 同样我们港湘水也好 或者我们在千年重处粮也好 或者我们在全九岸线这个教导 2012信息当中我们大旅行也好 这个是不是神一日都没有变成感动 我们在这个bonus里面去杀种 直到现在就是什么 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所说的perfect sound 我们所说的这个万德拉效应讲座 我们所说的石安鉴 你知不知道你每一次回来杀这些种 是每一次神都打开个bonus给你 好吗 就好像你猜神欠了你的吗 譬如像神打开个bonus去教我们去买B coin 你猜神欠了你的吗 这是他给你的bonus来的 接着这个世界是不是回报给你 对不对 我们是照着这道神所给我们的做 但是世界回报给我们三十倍 六十倍一百倍 你见不见这个熟灵金三角之间的关系 我想你知道个个都希望在附足上面 但问题你看一下 只是说附足 你是不是需要知道这个世代的杀种方式 你是不是这个世代的耕种方式 你现在这个时代B coin 会升一千倍一万倍的时候 你走去买债券 难道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做回上一代那些东西 那你就不是杀种了 第一 你不是遵从神所给你的东西 第二 你根本不是拿回这个时代的支援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只看B coin 你就知道 今天是属于这个时代 是我们这个时代要耕耘 我们懂得要认识 我们懂得要去做 神感动我们去做 我们就去做 对不对 我们说了 然后我们去做 然后是回这个时代的祝福 百倍回应给我们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 你既然是这个时代的家庭 希望拥有这个时代的祝福 那你就要在这块田地当中 去种回所有属于这个时空 这个时代的需要 然后你就会发觉今生 就是这个城市里面 可以拿你这些物品 这个的丰收 去换取这个城市里面 给你所需要的所有东西 明白吗 我相信你现在就明白 为什么我们会说到 关于支援是这么重要的 为什么我会用支援 如果你想想 这块田地就用福卿去说 就真的很好 是不是很片面 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真正的实意 我是在说这块田地 这块田地就是你的支援 而这块田地 它会不断有新的信息 模糊出来 是对这个时代的 是对这个礼拜的 是对你一天都没有偏差的 要说这套讯息 是要做这件事 要执行这些 我们要同心合意 我们要在这个当中做 你比如举个例子 我就负责去分享石安研 但你回到来 有机会去做石安研的话 你错失了的话 你以为你真的在世界打滚 因为我这个礼拜去看电影 有这么多时间做这些东西 我这个礼拜去和路的士尼 我哪会回来做这些 我想要知道 这些机会一信即使 你知不知道 我买比特币 我之前也买过银 我这个时候买比特币 无论银和比特币 都是神叫我们去做的 神要我去分享的 那你就可以得到祝福 你以为你自己很聰明 你以为你用了这些时间 但是投资了在城市里面 那你就会得到你的东西 你无论在那里怎么打滚 你都只不过是成为一个什么 一个快女 去供应神的家里面的百倍祝福 你自己甘心走到这个城市里面 成为时代历史当中 红楼当中的一粒尘埃 你知不知道 就算我们所说的这个城市 或者这个甘生 我不是经常说 它是我们的祝母 它只是提供东西给我们 它只是提供这些的附足给我们 提供这些我们所需要的所有东西 因为圣经说 先求神的觉 和神的义 你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所以变成这个世界 这个甘生 这个城市 只不过是一班的快女 是提供这些东西给你 但是你不先求神的觉神的义 你走去先求这些东西 那你凭什么 即是等于一个农夫 他直接种个丰收出来 他直接说 一辆空车 之前每一车的车都丰收到城市换钱 但这次一辆空车 走到城市当中 照样要换钱 因为他说 我给了时间 我没有花时间留在田里 我花时间留在城市里 我在打滚 你快点给钱我 我花的时间比在田里 你给钱我 给快乐我 是不是自欺欺人 你有什么本钱去换取 你不要说换取百倍 你换取一倍 你都不行 你知不知道 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 或者很多人 来到石安卓很开心 因为他以前千方百帝所得到的 他现在得到 他千方百计所得不到 傾听神的声音 现在得到 他甚至在这个城市 在这个今生 这个世界当中 求神拜佛都听不到神的声音 但来到石安听到 哦 这么奇怪 你见不见到 就是这三者 你不能够舍慢的 你不能够轻看的 三者彼此之间的互为关系 你花得越多时间 在这个先求神的角 和神的意义 在这块田当中 种这个时代需要的东西 你根本所有东西都会 卖到来给你的 你知道吗 你的健康呢 追着你 你见不见生命记所说 针研第三十一章 第十四节 他作细麻布衣裳出埋 有张腰带麻余商家 他作细麻布衣裳出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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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本系统麻布衣裳出埋 人致又把 Glen Pope啊 剩细 arch股 他作细麻布衣裳出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盘靠着真名 潮中的年轻美